文书也叫妙吉祥 就是根本大绝法身的根本质 大绝法身的根本质 上次也讲过这文书是连那个质 质中你还不能够带 还不能够在众生的知见之中 你讲到质时已经堕在末梢说质了 那个是个大绝最初的那个绝兆的初心 现前处啊 那个现前处你还不能用任何行量来去量他的 就好像上次我们讲那个欲佛 讲到入世那个最初那个童真 我们只能用西达多的那个童真相 最初出身那个相 用相来表 为什么用相来表 是为了让方便末法众生能够灌木啊 你拿相来表是方便末法众生回头时能够灌木嘛 因为他在相中灌木 所以他就能够看到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现前处 那个最初现前那个初心现前的 根本童真的西达多嘛 那叫灌木朱如来嘛 如来现前处就是入世啊 入世最初就是世间的童真处啊 那个西达多啊 就是那个西达多将来才是释迦摩尼亚 所以那叫灌木 所以在欲佛之中才立那个相啊 才能够方便接引 但事实上那西达多你还不能用什么相来表达 只是因为入世要能够为一切众生演出如是法轮故 所以世尊一些圣人出现世间了 那世现种种相 所以才有西达多相 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嘛 叫他七朵莲花九龙涂水嘛 上次已经讲过这个欲佛的这个这个整个情节 他事实上就是要你行者 当下你灌木那一勺水时 行者已然知道现在那年之间在哪里 在心境的何处洗涤 真正遇灌木你的喜遇你的如来 那是一个行法 就是行为中的法 那个这个这个接印象 所以但是站在根本向上来讲 你是不能够立项的 所以大觉智体最初现前时 你是根本不能立项 所以文书跟普贤不是一般凡情能见 凡夫能见的 因为他是根本大觉 心体之中的本来面目 不是你在凡情上见的 在凡情上已经暧昧此面目了 你拿了凡情再也就能够见 那就是二法 你不知道凡情当下的根本最初心 那个光明就是文书 所以那不是凡情中能见的 所以在了华言经中才有讲 大众声闻欲见普贤却不能见 对吧 所以问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用什么方便告诉大众 心中至诚称念普贤 于是大众称念普贤 故突然发现普贤菩萨就坐在释迦摩尼佛 就在他旁边 这个不是讲天方夜台 也不是跟你讲故事啊 这里就是表法 你念念之间你要看普贤 看文书看不到的 你到底哪里看到他的法声呢 你就在当下 而且是声闻 就声闻就是念念之间 已经静持向的人 回头的人 那叫大声闻 念念在现前的感受之中 纷纷感受里面 因为声闻叫做大众声 大众声就是在每一个感受 立一个得相 对吧 所以有几百罗汉几百罗汉 那为什么他就是表 每一个作用之中都能够正真 最初是十八罗汉 十八罗汉就在十八戒中说吧 那哪个不是你的根本 真性 真名 所以就在一切法中 每一个在上面立真 那叫做僧 因为每一法中都清清楚楚 叫大众声 所以才会像令言经中讲 你随取一根 随取一臣 你都是你的下手处啊 所以每一个菩萨 每一个身为人 每一个最初的尊者 都是在这个根臣中 他的方便下手啊 加设尊者在一根成就 也有在眼根成就 也有在色尘上成就的 那意思就是告诉你 一切时间的万法六根六成 十二处十八戒 哪个不是你当下成就的地方 哪个不是你纷纷得正的地方 纷纷得正就是什么人 就是阿罗汉 那你要知道纷纷得正就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人已经知道 共养大众声 共养大众声 因为他共养大众声 所以他所有的起心动念里面 他在任何角度上都不迷惑 他都不会迷惑 那叫共养种种罗汉 那叫真共罗汉 所以在这个声闻上面 你要在这个认真上面 念念在观想 你根本自信之中的本来的智德的最出向 你能智诚恳切中 你在心体之中才能够浮现那个德向 所以那个要做智诚恳切念普贤菩萨 所以那样见识是心中的 心中的灵明的 心中的那种体会 那样见就不是二法 我们凡夫回头想要这个词真信识 不要讲说普贤 想要讲的阿罗汉 虽然未证阿罗汉 但你念念之间已经观想 什么是心中的正真相 你晚上做梦都有罗汉的庄严 或者你会感觉到有罗汉的那种形象 那个不是决心之中另外得见 那个是在你赤诚恳切的心中的礼敬之中 在心中的心水中的智慧的浮现 那个就没有过旧 所以在华言经中讲这样见普贤是要这样见的 不是普贤不诈一直赖的不出来 对吧 你们大家求我我才出来 没这么供高 他是就是在整部华言经都在心性中说的 他甚至教你怎么样求见普贤 你如何才能真见普贤 所以那个像中 是告诉你 他不是一般的事件 用事件之见所执着的形体的 所以大觉至神 庙文书势力也是 庙吉祥 他是根本至 你不是用任何形象能见的 但是虽然不能用形象来见 可是他确实在一切形象当下 你要知道他的根本就是你的决体的初心 所以一切法中 一切起情动力 你都要明白 就是你根本决体的 本来的大致的初心 决照 最初照 最初的那个大照 所以才能够画文书叫世南相 世南叫入俗 他能够担当一切俗 入俗不是他是俗 是担当一切俗 现前就是在一切起情动力中 但你千万不能说他在家 这个是再回来跟大家再去体会 千万你不能马上认为 他是在家 他只是能现象是俗 所以方便称大事 你千万不要以为他现象是在家 但他不是在家 其实在现象那个人像 你不管剔不剔头 染不染一 都是人间那个形象而已 剔头染一 不过是在人间形象之中 更立心中的志向而已 你立了人间的志向 你不是已经离开人间了 所以是在这个志向之中方便分生俗 生俗而已 是生是俗 不是让你看到没有剔头的全部都叫在家 不是那个意思 那出家人 他虽然立了这个剔头染一以后 立了要认真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亲近象 但他练练之间在哪里掺 在过去在家流转的时候一切起情动力上掺吗 掺什么 掺他的本来面目吗 他要看什么 看的就是过去在家的流转项 他明白一切家法 这叫做出家 因为你明白一切家法时就是出家时 所以你虽然出家回过头来 还是让你在一切过去的流转中 开始这样子下手的 所以不是说只是在在家生俗之中 在立一个在家人 其他的菩萨都叫在家人 不是这个意思 只要是你跺在人像中去体会的话 那人像之中 你要脱离那个感受 直受就是什么 献出你的志向而已 那叫僧人 僧像 那僧像都还是要在在家法中念念之将批驳的 所以既然如此 所以大事什么 大事 你在出家都还生完 还在在家法中批驳 大事就当下就是担当了 全然是担当了 那就是一切世间的最光明处 就不再跟你分什么僧俗 所以维摩节也不是跟你分僧俗的 所以让误会维摩节 实现是在家人 他已经告诉你 他不受家法 所以有的人说 那维摩节在家人 他不是跟除家人讲法吗 他是大事 他不是在家人跟除家人讲法 你一跺在在家 就你还执着那个流转末梢 在家 在家就不能讲法 那个大事 那个是担当 他已经告诉你不受家法 你不受家法 再来跟我讲法 因为我还在拖家法 我虽然剃头染衣 我还在 我还在脱离家法 你真的是不受家法的人 不管你现什么像 我当然理尽你来跟我讲 跟我讲法 但先问你是不是脱离家法 对吧 不可能骂 跟我讲完 你的时候说 抱歉我先回家 你不可能不回家 对吧 那你不回家 你跟我讲说 你可能你太太会骂你 对吧 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那都不都不是 现代人的知见 老是抓着感受的 最末梢的那个在家相 那个流转相 执着相 以为是大事 根本就在世间法中的 那种庄严的担当 那种一切法中的 根本入俗的担当 因为他能入俗时 就是什么 这刚刚不讲终关了吗 不讲如为师了吗 名字上讲了 你能够入俗就是什么 真话 这个大绝真话 不然你该怎么敢担当入俗 所以他是大事项 那就是根本大事项 所以那个相中 也是什么 方便为众生建立的 那么方便为末法众生 因为在修行上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一处 有个所一处 有个在念头上 念念回官时的所一处 那种庄严 那种礼尽处 但事实上 你要明白 那个文书事例 大致 你是不能用任何行量 来向他的 来去向他 来去思量他的 所以但是这种信德在你心中 极从做起 就是就是他在当下随机 复感 他印种种激发 然后约起 印激发就是当下 你指明大致之时 你要知道这个大事的信德的 种种的流露 种种的作用时 你就看到文书就在你心中 能够崛起 你令人之间要知道 要体会决心的最出兆时 你慢慢发现 你虽然还是凡夫 可你也能够慢慢体会决心最出兆的那个亲民 那也是叫做激发而起 那个也叫做急从做起 你不去参当 你也就不知道 你不去去认他 你不去在上面去礼尽 你也体会不出什么叫急从做起 你要真在上面礼尽 你就慢慢感觉到 你那个心之中 慢慢体会出 那种智德 他就会在你心里 心水之中浮起 浮现 那叫急从做起 为什么那叫急从做起 因为他从来是法助法位 法助法位 从来不是 根本居足 因行者 陷在心中的启发固 他能够陷钱 为你宣说 所以文书菩萨现前时 也是为一切终身宣说 所以顶礼佛祖 这里面叫做求法的仪式 顶礼佛祖 也表示你所有的 虽然参你所有的性德 因为你在大觉体上 大觉无形无相 你怎么参 性德上参 这个就是佛门中 要讲的最维系的地方 觉你不是说 我一天到晚要参这个佛 我天天在觉上 觉在哪里 我跟你讲 这依法都不能立 你指到见就是色 你指到觉的时候 就要看到现前的 所有一些作用性德 但现前不是现在 众生流转的现前 是你真正在觉体之中 能够现前的性德 他能够随缘应激 现前的那个性德 就好像参圣人一样 圣贤的关系 圣人你是以什么法为圣 他骗通一切贤能 就叫圣 所以圣人本身无相 你会举一些法 时那些法都不能够立项 法法都是如此 你举在圣时 你只在圣时 圣不能立项 那你要在哪里找到圣呢 你能够统收贤能时 你能够远距一切贤能时 你就是登圣时 所以圣人是知道 假如你真正心中大明时 圣人知道时 你一定是什么 你一定当下看的是贤 照的是贤 没有离开贤能才有圣 圣不自立 要举贤你才知道是圣 所以释迦如来 发现都是释迦菩萨 他信种种菩萨信德 你要能够认得那些信德 这在界上就告诉你 就是千释迦 那千释迦就随缘都在举了 这不同就是文殊普贤 再举信德 再立名相 就是决心之中 就是要这样的 念念之间为自己批驳 因为你能够这样批驳 将来回头的时候 你才不会什么 不会找不到下手处 你要是学佛 念念之间在佛上看 你要在哪里看 当然在这个现前的 所有的一些能现前的 本来大决心体的 信德上面参 在大决心德上面参 你当然会先礼尽文殊普贤 一切菩萨 所以礼尽菩萨时 你不是只是礼尽菩萨 你是为了要全如是大决 为了要正如是大决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种彼此之间的 关系之中的互相的接引 那个时候心中明明白白 所以既然是如此 所以你在参这个贤能时 参这个信德时 那个信德现前处什么 他从来没有离开佛祖 佛祖就是大决迹象 不是行者你礼尽而已 使你在观想你那个信德 你那个信德天天都是如是礼 因为他什么叫做礼 我不讲过吗 中国字 是如是体 就是礼 能够显现如是体 开示的是 那个叫做体 好像一个丰富的风 那个事实上是体 是如是体 就叫礼 所以顶礼佛祖 所以这个德恨 念念先前处 他念念之间 顶上就表示什么 他的最初发 激发的最初 都是佛祖 都是大决的流出的迹象 都是大决的机能 叫做顶 念念能够开示如是体 叫做礼 叫顶礼佛祖 他不是只是告诉你 菩萨现前时 那个秦法的遗轨 古德告诉你 菩萨现前时 秦法的遗轨 是要一个行者 你念念参这点信德时 你还不要忘记 那个信德念念之间 不能离开 大决心仪 那你这样参才不能什么 才不会像一般的众生 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 在织末的众生 开始不断的回家 不断的反观了 所以在末少的众生 法华经中 讲做众生处处着 你不把那个法中的法相 讲得清楚 你甚至理文书时 你就只理文书啊 哇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